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专辑有推出了4播的MV总共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 Mayby的几率这首歌MV 預期不預期的自己 愛你 那因為這首歌的MV其實有一點 算是劇情式的MV 那因為我們在裡面有一個劇情是 我們每個人都要演就是 平常可能譬如說在基層打拚的 譬如說上班族啊 然後艾莎是演一個想成為造型師的 一個小助理開始 然後所以在MV裡面有很多 他要搬貨 然後搬很多衣服的畫面 然後中華就是一間服飾店的 裡面的原本是店員 然後他很想要變成店長 然後我是髮型助理 很想要變成就是一個 咖啡廳啊 咖啡廳啊 沒有我說我是髮型助理啦 對我是髮型助理 然後我其實夢想是做另外一件事 是裝置藝術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每個人都有夢想 然後我們就是想說透過這個 然後後來他們每個人在MV裡面 他們四個人都成功了 那所以透過這個勵志的故事 我覺得當時在演的時候 還滿好玩的 就是每個人都要演 就是可能發生在你周遭的 朋友的事情啊 然後他們怎麼努力 慢慢慢慢的 往他們的夢想前進 所以對我來說 可能的機率 這支MV還滿特別的 還相信科學 你所有選擇的結果 是不是真的有因果 我無法偷偷 也無法偷偷 衣服的話是我們有情造型師幫我們搭配 然後也有沒有這張專輯有五、六套衣服 然後也有一些衣服是Lady Gaga造型師的品牌 不是全部都是他的衣服 就是品牌 他的品牌的衣服也在我們的身上 然後也是去國外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找回來的衣服 很像那個脊椎然後把它戴在前面 對 其實很謝謝我們這些造型師 因為造型師真的很用心 然後就是我們有比方說像這個是透視妝 骨頭裝或是有病毒裝 那希望就是我們的穿著打扮 就很像有點像好像生病一樣 然後有骨頭 我的透視妝是有一點那種X光的感覺 所以就是手套上面會有骨頭 然後這個裡面這個衣服也是其實 仔細看的話有一點很多骨頭在裡面的感覺 對 有一點X光的感覺 髮色這個是就是很像病毒在我的頭髮上面 所以就是髮尾的部分是黃色的 我身上這一套就是 我這件上衣應該就是骨頭裝 為了要呈現3D效果 然後我上面又加了骨頭這樣 這個應該算是忍者鞋吧 對,那個是手工製作的 造型師的創意 其實這一套也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大家身上都會有一些骨頭相關的配件 然後所以像我手上這個手勢也是骨頭的 然後中華就是他... 他胸前還有這一排很酷 這個肋骨的部分 還蠻酷的 所以每一套都有他不同的一個主題 主要是搭配這一次那個流感傳輯 所以就像剛剛懷秋講的就是很像 希望大家就是你覺得喜歡我們的音樂 或是這一次什麼一些idea 不管是造型或是妝都好 然後可以幫我們像那個流行感冒病毒一樣 然後就是傳染出去 台語